前清体部长赛沙迪几个月前卷入百万令吉失信丑闻 高庭今天就批准当事人提出把案件从吉隆坡地庭移交高庭审理的申请 而另外一名前水警在以保地方法庭承认收取超过两万令吉的贿金 最终被判罚十万令吉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麻坡区国会议员兼大马民主联盟党创党人赛沙迪 今年八月向高庭提成申请 要求将包括自己被控挪用土团一百一十二万令吉政党资金 刑事失信和洗黑钱案 从吉隆坡地庭移交高庭审理 高庭法官莫阿默在尼今天早上宣布裁决时透露 他这么做是因为相信审讯过程可能涉及其他法律问题 为了公平起见而交由高庭审理 赛沙迪今年七月份被控2018年4月8号到21号 以及去年的3月6号滥用属于土团党的一百一十二万令吉巨款 抵触刑事法典第405刑事失信和第403不诚实盗用财务条文 一旦罪名成立可被判最高监禁十年鞭持和罚款 以保地庭方面 一名前武长级水警组百利 被控2017年3月到9月 当任时赵远甘榜亚齐PSC16巡逻艇主任期间 在司里曼荣市中心向一名城市华裔男子收取二万零七百令吉 作为不向为力传之采取对付行动的酬劳 结果东窗事发 被控七项贪污相关罪名 被告当庭俯首认罪之后 被判罚款十万令吉 若无法缴付 则得坐牢57个月取而代之 另外在马六甲埃及勒地庭 一名38岁的失业男子S桑卡 上个月26号的凌晨5点 在亚裔莫勒交通圈 涉嫌以折刀抢劫和致伤 37岁华裔伤人出空位 导致后者手腕受伤 抵触刑事法点394抢劫伤人罪 不过被告否认罪名要求审讯 最终获准以8000令吉保外候审 案件则定明年1月21号过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则定明年1月21号过昨天